各位好,今天3月6号,我是5月3月,吃了吗您的 今儿啊,咱们刚开开场的时候,咱聊个好玩的事 因为虽然说周小平、周黛宇呢,不值得多聊 可是呢,这个他干了这件事之后吧 过于好玩,所以呢,我不得不再让他出镜一次啊 是这样的 那咱们周黛宇同志这回不是非常兴奋的啊 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第14届的新科上任嘛,对吧 虽然不是个官,但是呢 毕竟他是能够说在国家层面上 作为橡皮图章的某一粒小橡胶 他终于是出镜了 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种政协的这种提案呢,都基本上是扯淡 没什么人,真拿它当回事 可是呢,架不住 他是会得到个人方面的一种利益 因为政协,像政协委,全国政协委员大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像大概要花到 4000万到5000万人民币才能拿到的这种东西 如果是你企业,企业的这方面啊 如果你是一企业老板,你想弄一个政协的 全国政协的身份防身 大概有这个,像他这样呢 等于是,您想啊,那这个没有这么多钱 他肯定没这么多钱嘛 那但是有这个东西呢,那当然也是在这儿呢 需要给自己来,把自己的这点东西吧 尽量往外捣吃捣吃 而且呢,因为自己从那个清廉系统 他上来的,也就是说 有点团派,共青团派的这个东西上来的 那肯定要做出位之状 我一定要能够在这些提案当中啊 凸显自己的身份啊 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所以呢,他这与众不同呢 就在这儿了 说呢,要发布什么台省分裂 分裂势力人物黑名单的惩戒令 并将其呢,公之于众 若黑名单的人物呢 持续造制造分裂 在对台,您听着啊 在对台特别行动期间 任何人都可以将其逮捕或击毙 不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还能够,还能获得促进统一荣誉勋章 这件事说完以后啊 那大概来说呢 就他是真出位了 因为平常是没有人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哪怕都知道是相比图章 人家不拿你当回事 这用这种打打杀杀的口气呢 来谈论这个包括对台 包括对美 包括对日 就是说你甭管是对哪 一般不这么杀气腾腾的 对吧 那如果你要是这么杀气腾腾呢 外界虽然你也知道你是相比图章 可是呢 他会有一种观感 就是说呀 这个实际是中国政府借用周小平这样的这个 周小平嘴涕吗 对吧 用这种方式呢 来向外界传递某种形态的信号 可是呢 这种信号呢 只能够给中国带来麻烦 这个不会说是让台海归心 对吧 你这可肯定啊 说直接就说嘛 说你原来你要不赶紧跪地忏悔 然后如何如何 就直接就要杀了你 这样的话很难让台海归心 对吧 除非可能往前倒个几百年 可能还有这恐吓的效果 但现代社会 你用这种模式 来恐吓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地区 那是完全不会 他不但不会有任何的效果 他只能反效果也反效果吧 对吧 就像那个负增长也是增长嘛 也可以这么说嘛 对不对 那反正就是这样的 而且周小平这货吧 干了 这种事干了不是一回两回了 他原来啊 就是不是招惹过那个法国 法国那个马克龙嘛 然后马克龙那件事情之后 法国的使馆已经给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这个东西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 他在对于这些国际 或者是说这些东西的事物上 他发的这些言 原本还只能算是一种民间性质的东西 你再怎么样提不到国家层面上来 如果一旦说 到了国家层面上 现在开始这么胡说八道的话 我估计 我估计那个清廉系统 把它给推上来 现在估计推的那哥们儿 肠子都会清了 可是就好多人会觉得说 说难道这个不是说 说周小平是入了咱圣上之清眼吗 对吧 所以才能上来的 其实不会是这样的 就是像咱圣上这种日理万机 并且是负重前行的人 应该不会记得有这么口子人 在圣上 其实在圣上他这边 也是具备有一个信息减房的 您比如说像周小平他们这样的 就上回让卢伟给他给推荐上去 让圣上接见了一面 最后获得了一些利益 这些东西咱圣上是不可能知道的 这个不会是有人去给他写这种内餐 告诉他这种事情 因为内餐那东西我也看得不 而且甚至于当时有一些东西 我还自己写过呢 这种东西不会往上这么写的 这太小太小的事情了 只不过这回呢 咸鱼翻身 咸待鱼翻身 然后呢给他推荐上去了 希望能够代表某种程度的这个网络这个民意 可是呢没想到中国网络这块呢 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代表了中文 简体中文那部分当中最差的那部分民意 那就是说宁可和平台湾 也宁可台湾不长草啊 也要拿下台湾岛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像这种表述出来之后 会引发什么样的风波 这种风波真正的会影响到 中国的某一些外交的形象 或者如何如何国家形象 那这个东西的反馈 倒是有可能在咱圣上的案头出现 所以说呢 怎么讲啊 除非是啊 就是说是一意孤行 当然咱圣上这 我早说了嘛 圣上属于那个一旦走开了 对吧 就我们叫跑开 跑步就跑开了 四膝增开 翻天亮掌 那往前走 那一意孤行 你是勒不住他的 那除非是这种情况出现 否则的话 像他这样的 特别像当年文革呀 就是最早蹦出来那些人 那些人呢 后来的下场呢 也都不算太好 应该是说 我们可以这么讲吧 可以期待一件事情 就是看他楼起 看他楼塌 我估计是他楼的速度 应该是蛮快的 我们还是能够期待一下的 甚至于比咱圣上去眉山 可能还要早一些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吧 也蛮好玩的 这是这事 那既然说到两会呢 就聊聊这个 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事 就是咱们李克强总理呢 最后一次 然后呢 向两会提政府工作报告 这回呢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 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呢 就是说 咱圣上对吧 没有像外界 咱预期的那样呢 公开的进行这个道别 对吧 然后呢 现场的代表呢 对这个东西 也就意思意思鼓鼓掌 原来呢 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在的 在就是说上一届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 哎呀 不错不错 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一个呢 是因为这个疫情 疫情当中呢 这个确实是经济上不太好 而且呢 像李克强再怎么去粉饰 这个整个的政府工作报告 其中的这种颓唐姿态 也不太可能完全掩饰得住 尤其是呢 我们最简单的一件事 就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报告中呢 只是提出了5%左右的增长目标 为官方的这种增长目标 对吧 这个其实是很低的一个数字了 为什么呢 那等于是说疫情开始是那个 是2020年 然后2020年到这个 2023年4年的时间 综合按中国政府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说的增长比率 大概这4年平均下来是4.6%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种态势了 那从那个再往前再翻几年的话 你看它可以从2015到2019 如果你要是平均增长的话呢 大概是在6.7%左右 就是说这几年呢 包括像这疫情 包括像后来的这种应对的这种失措呀 那大概来讲呢 就是让中国的这个GDP的增长率呢 已经下了一个台阶了 很多人在判断说中国的GDP就是说 如果它年增长在5%以下 哪怕这是统计口径的5%以下都会出问题 就经济上肯定会出大问题 对吧 包括它的失业率 包括什么都会上涨很多 但是实际上来讲 应该中国能够承受的GDP增长呢 不是负增长 大概是它的统计口径 如果一旦到了3%以下 那肯定会出大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可能的 这是非常容易出现的这种状态 对吧 那现在呢 就等于是在像这个这样的一个报告 出来之后 其实是理论上说 在中国的这种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算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东西了 但是呢 这个呢 不会得到说 包括圣上在内的这些人的青睐 也很有可能呢 是李克强本人 就是力争写的一个结果 因为像这种东西 他肯定是要拿到这个整个会议之前 来进行讨论的 他不会说是自己闷头写了 关于小屋里写完之后 再拿给圣上 你圣上第一次听到这个 这种这种报告 这是不可能的 在之前他应该已经经过了某种程度的加工润色 包括像这种东西 才有可能说到今天为止出台 那是昨天吧 应该是 那像这种出台之后呢 那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报告当中 就是让大家都能认可的报告当中 也居然会有这样的这种 就所谓的这种颓唐之意吧 那这是其实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事情 这种非常严格 非常严酷的这种现实环境 李克强还是有现实感的 这甭管他你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他还是具备一定的现实感的 当然了其他人就不太一定了 或者说其他人都可能有现实感 但是呢 牵头了这位有没有现实感 那就是真的不好说了 所以说呢 现在的来讲啊 就是说像咱们这个 咱们圣上啊 就是这两年的目的 你可以从这里也看得出的很清楚 就是呢 要这个巩固啊 这个国家安全啊 拉近这个自立 拉近和西方的这个科技上的差距 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把这个金融呃 就是都抓到自己的手里 这是肯定 这是他去往下的这一届 也就是这一届啊 是要做的这几件事情 呃 这我们也都看到了 均费呢 已经上涨了7.2% 大概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 我换算了一下 是2200多亿美金 可是呢 实际上在那个 在瑞典的斯泽戈尔摩的一个研究所 他每年发布的这个全球的军费 军费上说啊 像中国的军费 应该在他估算在2900多亿美金 那中间呢 是有一个巨大的差额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额呢 大概来说呢 有大量的钱是通过 就是没有没有算 就中国的统计口径 是没有算到军费里面去的 对吧 这个这个可能各位都知道 然后通过某些渠道补贴了 跟军工有关的 或者是隐秘研究的一些机构 到这种程度上去了 所以呢 大概而言会差出几百几百亿美金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 当然几百亿美金呢 基本上而言就相当于很多国家的一个军费了嘛 你想像日本大概也只有可能五六百万五六百亿 五六百亿美金好像是这 好像是这样啊 我没太记住 可能也就是如此 那即使如此呢 这个中国的军费实际上来讲 但GDP的总额还是没有特别高 他因为体量确实还是不小的 大概只有1.7%左右 比之2013年 就是咱圣上刚刚登基建座的时候 大概上涨了一倍 那也就是也就是一倍 可是实际上呢 更多的在底下 私底下这么在走了 其实有意思在哪呢 就是说呀 这个叫什么呢 我们这个军费上涨啊 其实幅度呢 不是说 不是说最高的 更高的是那个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增长率是最高的 达到13.6% 对吧 那有一个统计啊 是这个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这个报告曾经写 就是指出来过 这是3月5号发布的 这是中财政部发布的 那我们去年的明义GDP的那个 好像是4%还是3.8%呀 我忘了啊 就是说增长 但是实际上来讲呢 超越了这个中央 这个全球全国的GDP增长的 这个这个平均水平的呢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最高的呢 是那个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啊 大概是增长了13.6% 那个外交支出呢 增长了12.2% 这第三个才是军费 国防支出 它叫国防支出 那是增长7.2% 大概就是说2200多亿美金 实际上大概应该 国外统计是2900多亿美金吧 大概是这样的 那那个公共安全支出呢 是增长了6.4% 教育支出呢 增长了2% 科学技术支出呢 增长2% 就是说您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它花钱的地方 就是超越了GDP的这个增长 大幅度增长的这些领域 基本跟民生没有太大关系 那很多人觉得说 你粮油储备这些东西 难道不是民生吗 这个东西啊 说实话 这叫战略储备 这个东西是为打仗 或者是说为了别人封锁 这个来储备的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关系到 马上关系到老百姓民生的一个东西 那外交支出 大家就都知道了 外交咱胜上大撒币的这手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所以它的这个外交支出呢 也是相当高的 这几个范围都是远超于 中国GDP增长这个数字的 甚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像中国的这个去年 其实它是不是这个真的增长了 GDP都很难讲 你用美元计价的话 你甚至有可能是中国是一个负数 它GDP的增长是一个负数 负增长吧 对吧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 负增长也是增长 对不对 你看你怎么个说法了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 它依然是用这种大规模的军费的支出 以及粮油这些物资储备支出 然后去把整个财政给掏空 那可以非常明确的讲 就是它认为自己只有有一种可能 就是被全球性的制裁 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 就是哪怕说你甚至于不是去打台海 或者你只是给俄罗斯 或者是一些在中国看来无所谓的东西 或者是把让人抓到痛脚了 那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全球的制裁性的行为 它现在的这种储备 包括像黄金 从运回到国内 把购买巨量的黄金 这样的东西都是在为这个东西做准备 为有可能出现的制裁做准备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今年很多人觉得说 中国的经济可能要复苏 或者如何其实变数还是相当大的 对吧 变数还是相当大的 它支出 中国政府的支出 在这些其实原本可以不支出的领域里 大量的增加 那也有可能要更多的拖累到中国经济 甚至于您看像教育支出只增加了2% 科技支出也只增加了2% 像这样的支出少 那就有可能 就是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它只是把更多的钱投入到了 未来将要使用的或者是将要被制裁的这些领域 然后做准备的这种情况出现 那只能是这样了 所以说怎么讲 我其实我还是这句话 中国是一个很难倒的一个国家 对吧 就是说像崩溃 很难崩溃 但是它确实会渐渐的往下降下滑 逞这种趋势 2月份的时候 它虽然经济增长确实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 包括采购经理人的指数 都已经超过了基准线 可是实际上来讲 它很多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一个暂时性的繁荣 哪怕是今年上半年有一些反弹的话 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也会很难讲 快钱如果是这种热钱的能够说挣一些 也是有可能的 长期性的投资 真的是不建议在中国有任何的 去中国干任何的事情 这我个人一个小建议 反正随便跟大家聊聊 我看到这些资讯 看完以后自己有什么感想 好 谢谢诸位 谢谢 谢谢 谢谢